第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当我们梦到还没有接触心灵法门的人将会生重病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智慧的处理 感恩师父开示 已经生重病了没有 将会梦到将会生重病记住了 凡是梦到这个人做梦他要死了 不要担心他不会死的是生病 听得懂吗 那么真正的死是什么呢 不会做梦做到死 是什么呢 是梦到鬼来拉 梦到黑白无常那真的要走了 所以你们如果做梦做到这个人要死了 只是身体不好 有个结 放心 死不了 好的 谢谢 洛杉矶师兄们会团结一心 以师父为榜样 不辞辛苦 红法度重 做官司应菩萨千手千元 祝祝卫台长2016年洛杉矶法会 第二个问题 有些同修执着自己的梦 以梦境来指导自己的思维言行 甚至重大决策 这样做如法吗 灵性会不会降于梦境来控制我们 首先大家记住梦有两种 一种是浴室的梦一种就是前世的梦 那么浴室的梦很多 你主要的不要执着于做梦的情况 如果完全执着于做梦 你会走偏的 所以你这句话是对的 如果对你非常有意义的 比方说上午五点到八点钟 这个梦醒过来之后 你的意识非常清楚 你记得里面所有的情景和所有的东西 那你这个梦就有意义 明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如果你的梦给你带来心灵的启迪 有些梦是可以参考的 但是不能天天睡觉之前 你明天菩萨知道我 给我托个梦啊 我要去interview了 我要去面试了 能够让这个老板能够脑子喜欢我 让我靠近 明天这个梦来了 实际上这些需求会偶然的 那些鬼到了你的灵魂里 它来控制你 因为当你有需求的时候 鬼就会来 你没有需求 鬼不会到你身上来 听得懂吗 所以人家说 着魔着魔 我一定要赢 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 好 你着魔了 那么魔就来了 所以最好不要去执着 自然来的梦 随缘 可以参考 不是自然来的 求来的梦 不一定准 明白了吗 你不信了 台长今天在这里 我只要给你一家吃 你今天晚上做过 你说 同事啊 我想知道 我钱谁看谁 保证你做到 你问有师傅讲的 师傅不讲 你怎么做得到呢 听得懂吧 你想知道吗 不说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台长 这位女士一个月来 连续梦见 单位的男同事 14次 梦里有时开心 有时闹 便有 但现实中 两人没说过话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谢谢台长 这个情况 其实很简单 第一 单位女士的女的 和这个男的 两个人 虽然现在没说话 实际上 他们前世一定有缘分 你不要说 在一个地方工作 你就是擦肩而过 五百年缘分 所以 如果 你不要告诉他 如果他去跟这个女的好 那女的很快就跟他好起来 这个女的想跟那个男的好 那个男的很快就跟他好起来 你听得懂吗 但是不能告诉他 就是告诉他 有这个缘分 但是精事在续 但是呢 他没有去动这个脑筋 这个事情缘分就慢慢淡了 就过去了 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这个缘分 钱是应该精致他们两个人续缘的 只是他们两个人都很有顾虑 而且他们两个人都很当心 所以这段缘分没有续下去 而有些人就 上海人叫 仙哥哥 啊 就是非常非常 这个人也喜欢我 那个喜欢我 哎呀 小张张 哎呀 怎么 他真的两个人有感情 你记住单位里 凡是谁跟谁有感情 都是有缘分的 谁跟谁好 你在家里 你在什么地方 全部都是缘分的 只不过有的人 他不继续这个缘了 因为续了缘 他下辈子 你得还他 你听得懂啊 所以 这种实际上 虽然他没续这个缘 但是他就 stop 这个缘分就慢慢淡了 但是在鸣鼓里面 做梦会经常会出来 提醒你 你本来到这个时候 你是跟他 就有14次 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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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吧 那个 我还想看一个 也等一会儿吧 台长 我以前在中国 是妇产科医生 又是妇产科医生 今天你们谁要生孩子 找他们几个 傻姑娘了 妇产科医生是最麻烦的 明白吗 就是说他接生啊 他就是说 有很多的小灵性 小魂魄嘛 尤其是打胎的话 也很麻烦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你经常做梦 做到孩子不了 以前做 现在不做了 现在帮你生病了 他当然不来搞你了 他已经搞成功了呀 所以过去 你要是早点认识台长 你早点就念经啊 念经就不会这样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加紧念小房子 现在目前看起来830张 好吗 你们这里有很多人 做梦 做个恶梦啊 做个恶梦是怎么回事呢 做个恶梦就是说 夹破你的脖子 让你很难过 叫叫得出来 讲讲得出来 心里的难过得不得了 怎么办 就是感觉 边上有人 在大前天 一个听众明台上讲 她的妈妈来看她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妈妈来看她 看你啊 她跟我说 在五点一刻的时候 我妈妈站在我的床边上 清清楚楚 我眼睛真的看到她 而且在没有看到她之前 我是正在睡觉 然后呢 我妈妈在摸我的头 摸她的头 她觉得开始没有想到 她妈妈已经过世了 但是等到她 脑子想到 哎呀 我妈妈过世了 那个时候把眼睛睁开 就看见妈妈穿着黑衣服 站在她的边上 然后再要一看 就没了 这个就讲给你们听 这就是典型的 骗到过来 47年的猪 是欧洲人 德国人 能开在门上看 一下她的图层 知她有没有灵性 因为她是医生 我估计她可能 灵性不少 17年属什么呢 猪 这个人麻烦了 念像很多 那应该怎么办 她应该念 李佛大唱的 他是德国人 怎么念 德国人照样念 上面有拼音字母的 她照着这样念 一样的 明白吗 掏刑的话 你帮她念 明白了吗 台长告诉你啊 哎呀 不要说德国人呢 刚刚 刚刚早上 台长还收到我们电台里 给我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email 它上面写的是什么 有位墨西哥的同修 是医生 度了几个 西人病人 将台长的 法门和经文 以及小房子 翻译成西班牙门 叫他们念 有的一念 就会背了 有的念了 大飞肉浑身发热 有的念了 他的莫名的 那个 莫名的那个 叫什么 莫名的奇妙的流泪 有位西人更灵验 念小房子之后 梦到了圣母 两次 因为这两位 西人是信奉天主教的 一次梦见 圣母是闪着金光 另一次是圣母送给她花 这位西人非常高兴 就是今天早上 他们传给 从电台里传给台长 你想想看 人家墨西哥能念 西德的人不能念 一样 一定能念 好吧 不行你帮他念 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这个老公啊 就刚才那个老公啊 脾气很大 他闷脾气 闷脾气不叫脾气啊 你们告诉我 闷脾气算不算脾气了 好了 明白了吗 大奶奶问你好不好 一九八二年的狗 他的 好了 不能再问了 好 谢谢 给人家点机会啊 台长来 不容易 尽量给大家做看看啊 所以 其实每个人都有苦的 小弟你讲 我想问一下我母亲 是那个去世了 他是叫苏兰蒂 苏州的苏 兰花的兰 女子旁一个弟弟的地 苏兰蒂什么时候过世的 06年大概 应该是 06年 06年 苏兰蒂 给他念了84张小房子 84张小房子 他是生肝癌去世的 苏兰蒂 很好啊 小姑娘 你 你很会念经啊 你妈妈到天上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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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叫他偷偷弄给你啊 想的 他 想的呢 之前对他不太好 对了 你是讨在鬼 听得懂吗 知道 你婚姻你妈妈为你气了半死哦 听得懂吗 我 我 从小跟妈妈不在一起 那个爸爸妈妈离婚 我看到了 我早就看到了 听得懂吗 你呀 爸爸妈妈不在 更要对得起爸爸妈妈 我们做人 有时候真的要对得起 自己父母亲 我们给父母亲太少 我们回报要的太多 所以希望你们学佛 所以就要孝顺 就要慈悲 多想想 长辈 现在孝顺了 总归比不孝顺还好 现在你现在会知道 给他念经 把你妈妈念上去 还有很多人不相信的 我们有什么办法 之前一直不肯来托梦给我 知道我要念经的时候 他再来的 他以前的妈 之前他一直 他妈妈不肯托梦给他 他一说要给妈妈念 小房子超度了 好了 接下来 他妈妈托梦给他了 我先是在那里 遇见一个高人 然后说那个 不知道 莫名其妙 就给我一张宣纸写了 抱歉两个字 然后母亲就出来见我了 看见了吗 我早就跟你说了 妈妈上去之后 不理你啊 因为你太讨债了 所以现在 因为你抱歉了 而且你 现在只要说给妈妈念小房子 你把很多冤结就化掉了 所以妈妈就来看你了 现在他很好 是不是 在天上还不好啊 那你要上去呢 好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已经很好了 好得不得了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想再问一个简短的问题 我就是我婆婆 她是四六年的狗 她就老不听我们孩子的话 就身体很不好 你讲出来什么话 婆婆要听你的孩子的话 应该你们小辈们听长辈的话 因为她身体不好 我们劝她不要去 好 那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业在 太固执 很固执 没办法 你每天给她念欺骗心经 请大慈大悲观心菩萨 保佑我婆婆某某某 能够开悟 开智慧 能够让她身体好 听得懂吗 我先生一直每天给她念 可是好像效果还是不太大 因为她不相信啊 相信的人才有救 所以不相信的人没救的 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就是刚刚教你了呀 每天即便心经呀 还是坚持念 坚持念 有的人这样子 老公从来不相信的 老婆坚持念念了一年 她老公居然烧香拜佛磕头 结果她老婆后来 反过来看看她老公说 哎呦真的不敢相信 我这老公也会跪下来磕头的 看见谁都不会跪的 她说 好了 谢谢罗台长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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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您好 你好 卢太长 我想做您的弟子 因为那个 我之前递交过 那个弟子申请表 但是我没有条件 去海外拜师 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求 我说 如果一月份在悉尼有法会 不管能不能真正拜师 我希望有机会 就在这样金灿灿的环境下 跟您说句话 就是我想做您的弟子 将来如果建成观音村 我要去做义工 因为现在观音堂的老阿姨们 总是对我非常照顾 非常好 像家人一样 以后我成长了成熟了 我以后我要去照顾他们 我给他们送饭 好 我照顾他们 我要做小佛友 我要做观世音菩萨 牵手建言 我要做您的弟子 我就是先表达一个这个想法 然后不管您 那个有没有交那个表格 但是我回去 我要按弟子的要求去做 观世音菩萨多次 在梦中慈悲 加持我 您也到梦中来 加持过我 非常感动 谢谢卢台长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 就是你们两个人 一个家庭 孩子以后走的时候 都不一定照顾掉了你们 我告诉你们 真正能够陪伴我们走一生的 都能永远照顾我们的 还是我们那些佛友啊 每一个在观音堂 照顾过我 对我笑过的阿姨 还有姐姐小朋友 我都记得 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以后有了观音村 我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做饭不好吃 我就刷碗 你也用不了这么自卑的 还没做饭呢 就说做饭不好 对不对啊 你们记住了 千万不要到养老院去 因为佛友对你们的照顾 晚年比孩子 自己的亲孩子还要亲 所以很多孩子不一定孝顺 但是我们的佛友学博的人 他有慈悲心 他一定会对你们像亲人一样好的 这才是最可靠的人啊 所以对佛友好一点啊 真的 你看这几个老妈妈 马上有一个甘女儿了吧 有一个佛友帮你们照顾了吧 这些老妈妈 对不对啊 那个台长 我节省时间 我不问自己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念经都可以解决 菩萨妈妈会管我的 我问我爸 1960年属老鼠的 这人简单是个男人 我是男人 您说过我 我又说过了 我说了自己都忘记了 你那个 想问什么 对不起 哦 那个 其实我就是担心我父母的身体健康 你爸是吧 对我爸 你数什么 几几年 数老鼠 你爸就是非要当心一点 那我回去让他戒烟 哎 看见吗 看见 你要他活得长 叫他不要抽烟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要有信心的 我懂 好 那个我要帮他念小房子吗 你要给他念心经 念心经 让他开智慧 否则你叫他戒 戒不掉的 我懂 你念心经之后 你用菩萨的力量 让他戒掉 他就慢慢就戒掉了 好 我爷爷就是肺癌现在 看见了吗 台长说的对不对啊 谢谢台长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机会是问王仁 本来我想问一下我外公的 可是我一会儿要帮那个 另外一个同修问 我外公过世之后 给我托过一个梦 他说 王磊 你就说我 你傻傻乎乎的 那个来西尼 没干什么正经事 唯一的事 就是学了心灵法门 认识卢君洪台长 这个是正法 我们都知道的 你就好好念经 什么都过得去 看见吗 托梦给他的 这个是真的 我外公去世了已经 就是 我醒来之后非常感动 所以我也不问他在哪了 他能够到你梦里来跟你说这些话 他不会在地府的 对对对 我每次看见他金光闪闪 看见了吗 是的 是的 谢谢台长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的我告诉你 都是在天上 而且很高的天 你现在没有金光闪闪 我就是金光闪闪 你是脑子傻傻 对对对 台长说我脑子不清楚 让我多念心经之前 说我糊涂 心糊啊 不是我希望 那个我帮另外一个同修 问一个亡人情况 叫黄锦堂 飞黄腾达的黄 锦绣前程的锦 那个堂我的堂 黄锦堂 2011年过世 那个同修问他投胎了 黄是吧 对 对 就黄颜色的黄 对对对 锦呢 锦绣和山的锦 对 堂呢 堂我的堂 黄锦堂 黄锦堂 这几年走的啊 2011年过世 男的是吧 女的 女的是吧 嗯 他说已经念了108张小房子 你别讲 别讲 我看到 也蛮厉害的 在阿修罗的最高端 好 我没问题了 谢谢台长 台长注意身体 谢谢 谢谢台长 他们还要再继续念吗 当然了 当然了 是他妈妈是吧 奶奶 奶奶是吧 对 他拼命在网上跑呢 你奶奶拼命在网上跑 还要给他念69张小房子 行行行 好吧 好了 给别人吧 今天呢 因为还有 待会还要留点时间 还有那个网上 还有人家打电话来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要问台长 台长呢 正好呢 今天你们都在 我呢 叫他们两个呢 讲一讲 讲完之后呢 那你们听一听 因为你们都能学到很多 都是像你们一样 千千万万的人 问的问题 叫他们问一下 然后呢台长给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大家也听一下 好吗 你说吧 谢谢大家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第一个问题是 我总是梦见自己在飞 但是总是飞不动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我是天上下来的 请问这是真的吗 谢谢 台长没看过 他说天上下来的 有可能是你好 所以呢 他说他经常在飞 很多人做梦都会做到飞 实际上能飞是好的 如果你经常做梦做到飞 要看你飞的高还是低 你飞的环境是干净还是肮脏 实际上能飞起来 我怎么飞起来了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有修为的人 这个人已经进阶段提高了 你告诉他这是个好现象 说明他修得很好 但是是不是天上来的 那么要看图堂了 现在不看 好不好 谢谢台长的开始 感谢台长 因为我这个同修呢 他把那个号给捐出 他只有一个请求 他七年他接到这个反面之后 他每天 他妈妈当时那时候就是 好像就会到了生机面 老师叫有家里有什么东西呢 他很害怕 他就叫这个反面 他就开始念小黄 给他们开始念 念了之后他们家他妈妈就 就不在家里有东西了 看见吗 他就给他妈 明天给他把念小黄的 念了之后他妈走的时候 非常非常舒适 就他现在非常非常建议这个心理法男 他心他很发心 他妈知道这个号呢 他要救我这个同修 所以他这会儿就给捐出来了 好 所以我也很感恩他 谢谢 他叫张承岳 好了 他是我们三星 祝你学一个老师 本来他有功德的 你名字一讲没功德了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不要讲啊 要无相不失 做好人要无相不失 就像做雷锋一样 做好事不要留名啊 听得懂吗 他就有情绪 他现在知道他妈妈在哪里 因为他妈走的时候 那个像非常非常好 大家说要不要给他看啊 要 呦他在讲 人家没说 这个人真是的 给他看看吧 叫什么名字啊 他妈妈叫 王书珍 书是书女的书啊 不是那个看书的书 王书珍 王书珍 什么时候过世的啊 去年 七年了是吧 不是去年 去年 2001年的 10月20号过世的 嗯 我告诉你好吗 好的 也不要他难过 投一个好人家去了 投胎了 啊 明白了吗 开始念小房子的时候 不是太卖力 念了几张之后 走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他现在做不到他的梦了 嗯 是 嗯 好了 好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属狗九五年 九五年属狗呢 小姑娘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不好啊 听得懂吗 脑子啊 你有自闭症啊 告诉大家对不对了 自闭症啊 不愿意见人 怕跟人家交往 喜欢关在房间里 玩电脑 有一点 你还有一个毛病 一到晚上就拼命吃东西 肚子饿 有没有啊 自己要记住了 有一个灵性在你身上 是你妈妈的孩子 在你身上 所以你经常要睡觉 不肯停 听得懂吗 你妈妈 醒不过来 你妈妈的孩子啊 打你妈妈调过孩子的 就是说你妈妈告诉过你 你前面有个姐姐 或者有个妹妹 在你之前死掉的 去问你妈妈 你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 搞不清楚 怎么叫她来问的啦 你像你这种药 你妈妈带着你过来的 你现在告诉我呀 你晚上做梦做到过 有人追你不啦 有 好啦 讲不要讲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鬼呀 就是在你身上的灵性 在追你呀 你要赶快念小房子给他的 你不念的话 他就一直弄你呀 听得懂吗 要几张小房子 很多 要87张 好吗 每天要念大悲咒 还要念心经 明白了吗 我想 你记心很差 记不住 前讲后望 家里钥匙放在这里 过一会就忘记了 对不对啦 对 还有年纪轻轻 小便很不好 一会小便 一会小便晚上 有没有啦 没有 听不懂啊 没有 没有 一个晚上起来几次了 讲给人家听啊 我是睡不着 不是要上厕所 好啦 他是睡不着 不是要上厕所 因为睡不着 只能上厕所 没地方去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吗 我告诉你 你的灵性是晚上过来的 你把它念掉之后 小姑娘你会变给人的 人也会漂亮一点的 像你现在这个怎么办啊 想问一下身体 因为 你把那个话筒靠进嘴巴一点 我想问一下身体 因为本身自己有脊椎弯的问题 我看看啊 腰 腰有点弯 第三节 后面啊 三到四节的地方 有点突出啊 所以你这个腰经常会痛啊 对不对啦 对 对 一看就看到了 好吗 你这个人现在要记住 脑子要修 身体要锻炼 不能这么胖 明白吗 可以问一下 你晚上睡不着 你刚刚还说你不吃东西 你晚上睡不着 经常吃东西你知道吗 喝 喝什么 我刚刚都看见你了 晚上开冰箱就喝东西 我没有 你再讲 真的没有 我告诉你冰箱里有你什么饮料 你讲给我听啊 豆奶有没有啊 牛奶 有其他的饮料吗 我没有放饮料 只放水果 放什么 orange juice啊 水果 水果是吧 放在冰箱里是吧 白天吃的啊 白天下午都有 都吃 晚上吃了啦 可是晚上我 没有一直去 晚上吃什么啦 晚上 有时候 有吃饭 吃水果 看见不啦 晚上 晚上吃水果 好了 可以 可以放一下感觉 她的身体啊 我告诉你 没有大病 就是骨头 明白吗 还有脑子 你的脑子 每天要念心经四十九遍 否则越来越傻 人家都叫你傻 傻胖妹的 听得懂吗 不能再傻了 要念四十九遍 大杯豆 好吗 好了 我今天点点她一下 她很快就会好了 谢谢台长 你话筒给她 我跟她讲两句话 她叫什么名字啊 师父你好 我告诉你 那个小姑娘 你听台长爷爷的话 台长爷爷告诉你 那么你记住 你过去欠别人的 那么别人来问你要 你要不要还东啊 还啊 会 好 那么你愿意不愿意 念经啊 比较少 念经好不好啊 好啊 因为你念经之后 你胆子就大了 你就不会怕别人 来跟你讲话了 因为经常在梦中 有人会在梦中 在抓你啊 搞你啊 你会做噩梦 听得懂吗 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忘记了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记住 如果有人来搞你 来抓你 你就好好地念大悲咒 然后呢 如果你看见一个事情 非常可怕的 你就念心经 好不好啊 好啊 好吧 你现在主要是 他在你的头上 还有呢 在你的腰上 腰啊 他的腰也不好 明白吗 你现在听台长爷爷的话 每天念心经 四十九遍 大悲咒念十七遍 然后呢 念往生咒 四十九遍 念姐姐咒 四十九遍 礼佛念三遍 我都叫人 把你记下来了 好吧 好啊 好吧 你有没有信心啊 有啊 好 你有没有别人 觉得有时候 脑子里好像 有人跟你讲话 有吗 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 他是属于很轻的 因为他只是 灵性是晚上 到你们家来 你把话筒给你妈妈 三个问题 有同修近些年 不但经常有 家中亡人找他 要小房子 老家过世的邻居 也会找他 要小房子 前后好几位 亡人要经 如果同事念的话 时间会很长 担心烧下去的 小房子会被 亡人用掉 小房子数量 又要增加 该如何面对 如何安排 请师父持悲开示 记住 有的时候 过去发生一件事情 比方说 一个先生 在赌场里 欠了人家很多钱 最后呢 他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太太呢 人家逼着 叫他太太还 他太太呢 自己辛辛苦苦 赚点钱就还 辛辛苦苦 怎么还不完的了 怎么这么多钱了 因为他不知道 先生到底 欠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也是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到底 欠了多少 所以我们小房子 烧下去 但是有一点 可以很清楚地 告诉你 小房子是越烧 不会越多 是越烧越少的 对不对 还得越多 所以不要担心 我就慢慢地还 我就不停地 烧小房子 时间长了 一定能还完 要有信心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感恩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 十方三世 一切菩萨 以及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恩师 罗军洪台长 感恩 全世界各地 前来祝愿印尼法会 无私附属的 同修 医工们 感恩 你们 弟子 仅代表 美国洛杉矶 共修主 有三个问题 想请师父 慈悲开示 哦 你是神动人啊 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我们修心 灵法门的同修 经常会梦到 没有修心 灵法门的 家人或者朋友 生病了 请问师父 这样的梦境 我们可不可以 判断是 菩萨的提示呢 或者提示我们 去救度他们呢 请问 我们是否 该不该 把这个梦境 告诉他们呢 这样如理如法吗 嗯 首先呢 如果做梦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显化 因为一般的菩萨 跟我们呢 接触 提示我们 或者护法神 基本上在梦里的 因为当你眼睛 闭起来的时候 你离开了阳间 听得懂吗 你脑子里 就可以接受到 一些 我们说 那个这个 属于暗物质 菩萨是暗物质 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它就会在脑子里 如果做梦 做到某个人死了 说明他重病 如果梦见 某一个人生病了 他生的会生 一个比较轻的病 听得懂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 你讲给他听 如果你梦见某个人 生癌症了 你觉得他承受得了的 你就告诉他 如果你觉得他 承受不了的 你就不要告诉他 明白了吗 这是凭良心的 帮他好好求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哦 那就算当时 他不相信的话 那么我们 嗯 结果后来 他真的 这个梦 做了以后 真的 预示这个 这个梦 这个太多了 很多人 做梦 做了之后 不相信不相信 他生癌症了呀 人家做梦 做到他生癌症 他就不相信 他生癌症了呀 那么我们 可不可以 用这个方法 忍进他 入佛门呢 所以说 你已经生癌症了 你现在还不进佛门呢 那当然可以了 他已经生癌症了 他觉得 没有希望 靠医生救 医生也不一定 救得了啊 这个时候 他就会 什么方法都用 这个时候 你就求他 就是让他学佛 会比较奏效 所以人就是说 有一句话 不好听的讲 不见棺材 不掉泪了 真的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